老疯子开启的玉门究竟想要前往何处 而叶凡为了抱住老疯子的大腿 明知前路凶险 也毅然决然跟了上去 书接上回 当叶凡再次见到衣衫蓝绿的老疯子后 老疯子正在面对夕阳 口中喃喃着什么 浑浊的老眼挂着两行泪珠 这本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盖世强者 然而他枯瘦的身体却在瑟瑟发抖 让人心生同情与怜悯 叶凡凝视着老疯子 心有同情 但却不知该如何帮助这个老人 他只能上前安慰到 前辈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死者已已 还是想开一些吧 然而当老疯子面对的夕阳沉下山峰 彻底消失之后 老疯子双眸射出璀璨的光滑 一下子洞穿了虚空 他像是变了个人一般 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让所有鸟兽都战战兢兢 叶凡瞬间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 若非他拥有超越灵宝的肉身 恐怕此刻都会古断惊蛇 老疯子那庞大的压力无法想象 紧接着老疯子凝视叶凡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并在他身上一扶 天玄圣女的虚影竟然浮现而出 活生生地立在半空中 活灵活现 老疯子继续伸手一扶 当日在九座圣山上所见到的海骨 也全部呈现了出来 突然间 老疯子抱住自己的头颅 痛哭哀嚎了起来 这样的景象让叶凡督 以为是来到了荒谷境地 重新遇到了风华绝代的天玄圣女 以及那无尽的森森白骨 老疯子在恢复平静之后 他双手继续滑动 有大道的气息在流转 所有景象都被刻印在虚空中 成为一幅巨大的图案 紧接着老疯子又在这幅图案中 刻下了一个仙字 那个仙字像是有着奇异的魔力 给人以大道无边 道法自然的感觉 最终老疯子又是一指点出 天空中的巨大图案化为一道烙印 冲进他的头颅 让他的脸上露出了喜怒哀乐 各不相同的表情 叶凡看到老疯子的手段后 不知他究竟是在斩灭过去 还是鸣刻更深的记忆 紧接着老疯子长身而起 向山岭深处走去 而叶凡继续在后面跟随 他猜测老疯子来太旋门 一定有所目的 直至前行了十几里地后 老疯子一脚跺下 竟然踩碎了前方百米高的大山 大山裂成两半 犹如敞开的两扇大门 老疯子竟直走了进去 这里犹如玄境 朦朦胧胧 竟然有着一片独立的空间 敢闯我泰旋重地 只见一道道绚烂的光芒 射杀向了老疯子 数条身影从那片空间中飞出 老疯子不为所动 直接大手一挥 所有光芒化为了虚无 从迷雾中冲出来的身影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便全被震晕 坠落在地 叶凡看出了这几位 都是泰旋门的长老 结果在老疯子面前 和蝼蚁没有任何区别 老疯子继续迈步向前 根本没有将这些 昏死过去的人放在眼里 很快叶凡跟着老疯子 进入了这片空间的最深处 那里有着一座巨大的祭坛 上面标明东荒各部分的区域 叶凡见状立刻想到了 玉门二字 显然这里便是太玄门的重地 如果能够提供充足的园 来激活道文 便可以凭借祭坛横渡虚空 叶凡若是能够在此横渡到 东荒的另一端 那将会解决他的一大麻烦 太玄门与姬家位于东荒南部 至于摇池圣地 却在东荒的北端 而南北两地究竟相距多远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如果不是依靠玉门 整片东荒都无法互通 地狱实在是太大了 随后老疯子登上了祭坛 他并没有利用上面的传送道文 而是自己动手刻画出 无比繁复的文路 显然老疯子只是想利用这里的园 来做到横渡虚空 叶凡看到老疯子的举动后 心中暗自思索 他的确该离开太玄门了 但是否要选择与老疯子 一起横渡虚空呢 这让叶凡萌生了想要追随的念头 只是谁也不知道老疯子会前往何处 万一他出现在了荒谷境地 以及生命禁区 那对叶凡或许会是灭底之灾 不过叶凡也知道 收获是与风险成正比的 老疯子绝对是一部活着的古今 如果有幸被这种人物指点 修为必定会突飞猛进 于是叶凡开口问道 前辈我能否与你同行 不过老疯子又哭又笑 根本没有功夫回应叶凡 然而叶凡又在思索了片刻后 决定拼上一把跟随老疯子离开 毕竟太玄门已经不安全了 如果被带回鸡家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而后叶凡飞到祭坛的中央 与老疯子并排而立 下一刻祭坛在老疯子的催动下 埋在地底的园绽放光辉 像一道道水波般流向祭坛 老疯子刻下的道文开始通灵 逐渐明亮了起来 紧接着虚空塌陷 一个漆黑的门户敞开 只是不知会通往何处 神志不清的老疯子直接迈步走了进去 叶凡也紧随气候 门后是一片虚无 里面什么都不可感知 只有无边的黑暗